而港星古天乐人帅 心眼美 最近几年他低调的行善 被问到公益捐款多少 他都不愿回答 博日前的导演尔东升在微博爆料 古天乐从2009年开始 在大陆偏远地区捐赠的学校跟宿舍 已经有63座 五年下来超过了5000万元 古天乐帅气现身 荧幕形象正义有形 私底下也热心公益 多年固定在大陆偏远地区捐建学校宿舍 一张张写着古天乐名字校舍的照片 也在网上疯狂流传 最近导演尔东升在微博爆料一份 古天乐捐款名单 帮他证实了 最后又有网友补充 其实截至今年5月 古天乐实际上捐建的学校已达到63所 引来网友按赞无数 这个问题我没有鼓引 微微一笑继续维持低调作风 有网友帮他算了一下 以每间学校20万港币捐款 5年来古天乐已经捐出超过5000万台币 爱心助人的他还是一位孝子 我妈妈已经在下个月开始问我 问他现在 然后当天我知道应该要拍摄 但是他们的通告还没出来 所以我会 但是我已经安排好 就是订留一个餐厅 跟他们吃饭的 就怕母亲节工作缠身 古天乐趁机在活动上呼吁剧组 让他放假陪妈妈 有只形象也被网友称为最低调男神 接着潘桃宇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